最近游泳圈有个大新闻 宝可梦盗版游戏公司被索赔5亿并要求停运 当时看到这个消息 赔5亿真的很啊 然后我搜了一下相关资料 主要是这款命为口袋妖怪复刻的手游侵权 这游戏已经上线7年了 起码有42万的关注 现在局数口袋妖怪复刻已经搜不到了 然后一不小心 搜到了 改了个名叫精灵宝贝 为啥我敢短地是同一款游戏 这是2018年的视频 八岁男童歪一款火爆游戏 导致奶奶损失养老机具 口袋妖怪复刻板 你就看见见面是不是一毛一样 四年都没有变个见面了 而且这游戏极客金 稀有几千到上万不等 2018年这游戏的营收就有8494万 这个营收放到现在就是上亿 所以说赔个5亿也合理 视频里媒体联系游戏公司退款 当年没有卫生的退款机制 客户说不是无冲不退 就这一个八岁小孩 你游戏里不能弹出充值页面 这叫引导消费吧 当然小孩自己也有问题 不过这个情况在当时绝对不是个例 那么也是简单的玩了一下这个游戏 只能说无耻至极 依旧是在正常运营 一进去就是健康欲忠告 抵制不来游戏 拒绝大碗游戏 自我抵制啊 还有法律吗 游戏60%大局 一切是火爆 就这游戏UI画面 人物素材直接是拿来用了 这在当年基本是分不清是不是正版 战斗画面直接是复刻口袋要怪GBA 反正玩法就是打主线 然后抓精灵 培养精灵 抽精灵 打打PVP没了 福利也少得可怜 亲手登陆里 第二天送个皮卡丘 我为第三天送个橙色精灵 仔细一看 碎片一个 后面游戏没完了 就以目击的游戏水准 这游戏真的是太粗糙了 我玩不下去 赚那么多钱 也没花经费进行更新迭代 满拼的克星活动 月卡 雷冲 手冲 288的喷火龙 999的急动鸟 588的耿鬼 58的弹窗 618月度自选 超梦 现实神兽 还是抽来的 感觉没一万拿不下来 总之各种大楼的充值活动 游戏内容不多 充值活动贼多 但比最高充值9999 还有 而且世界频道活的人也不少 看得出来都没少课的 人均都是高等级特权 比如这个特权15满级 要课1万多 我没法体会为啥有人会往这游戏充那么多钱 这正版的宝可梦手艺 热度还没有盗版的高 甚至还有正版被认为是盗版的 至于为什么今年才去起司这个盗版 我个人就是这样的 国外很多游戏都想和中国的公司合作 比如蓝洞收集给腾讯 做了一款和平精英 那是盈利爆炸 那宝可梦收集给他网易 盈利的还没这个盗版的高 那宝可梦肯定不乐意的 拿我的东西做游戏 我还得不到一分钱 啪一查 我按尼玛70钱就开始盗了 算得还贼多 立马决定起诉 或者是早就知道了 只是等养肥了再杀 把盗版的收高之后 那就是大批宝可梦正版IP 进入国内市场开始疯狂营收 然后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跨海维权的难度有点高了 不是你说啥就是啥 这其中牵扯的就多了 特别是停运这个问题 停运之后那些冲起来玩家怎么办 冲的钱是原路退回还是什么 盗版公司肯定不乐意 我退回钱没了 还得再赔五个亿 用英雄你们的话来讲就是 虽然说跨海维权有难度 但是败诉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败诉之后 国外那些公司就会群群而起 一个接一个来起诉 国内那些盗版游戏公司 基本上是起诉一个赚一个 到时候盗版游戏公司 个个得收敛了 比如我挖的那几款 盗版奥特曼 盗版二次元 盗版之后的安养师 要么就是赶紧自无争改 要么就是赶紧官服停运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 那些盗版公司 通过某些神秘的东方力量 把这两官司打赢了 那国内盗版游戏市场 肯定是更加肆无忌惮 最后就根本封不清 谁是盗版实际正版 一旦被告立马停运 玩家冲的钱全没了 就这宝格门时间来说 那公司赚的钱 早就超过五个亿了 赔的话只能做小商一波 游戏也停运了 玩家痛啊 掰冲钱了 或者游戏整改 还得是个大整改 整的这里面都没有爆可梦的 给你整出来一个必可梦 整的没法玩 玩家更痛了 我288买的喷火楼 变成喷纸龙了 所以玩的时候 擦亮自己的眼睛 风轻正版道版 不过有时候正版一样肯定 总是挑好游戏玩 免得最后痛的只有自己好吧 那么要到这里 玩大老师 咱们下期再见